据相关报道这样说 大众的排放门风波仍在发酵 因为很多汽车都发现有不正规的软件 所以德国进行了对大众的一些处置 罚款 罚款对于大众这样付到流油的集团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那点钱对他们而言根本就是小问题 不过它也有好的表现 就是接受了罚款 而且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这也是难得可贵的一件事 某年某月某日 大众很大胆地承认了自己的非法错误 那就是安装了非法软件 并且还因为自己的错误 向美国支付了很多钱 对于大众而言也是损失了不少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大众的销量 奇怪的是反而多了 某年大众集团的汽车销量 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不仅如此 还是销量榜单上的首位 真的可以是奇迹了 不过大众惊人的销量上 中国可是占了很多的销售总额的一半比例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且大众在中国人心中 认可度还是蛮高的 有那么大的销售额 很多人调侃说 有中国市场根本不怕罚款 但是罚的钱也不都在国内 真是有点可惜啊 和不再厉害你 些如果这个朋友 我是金督